在全国各地齐心援助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 上海本人疫情防控取得了接待性的成效 当前前市的疫情形势稳中向好 清零攻坚效果锐以显现 本土阳性感染者从4月13号达到单日的峰值 27605例以后 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4月27号起 单日新增感染者的数量 已经4天在1万例下了 本人疫情的有效传播指数 就是RT值 由此前的2.27下降到了现在的0.67 以连续15天维持在1以下 河山筛查和矿研检测的阳性检出率逐步的下降 经专家综合研判 我是社区传播风险 以得到有效额制 5月11日的阳名 以参考虑的时间 以赞的图ulu 就像来自派的阳中 以赞的阳上 在1个月 不投赞的阳中 以赞的阳中 和矿研检测的阳中 以赞的阳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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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赞的阳中